姜濤的中学新闻报道 姜濤现在回来香港 还去拍剧工作 以及准备16B 整个过程大家都非常关注姜濤的去向 姜濤已经是蜜螺滚鼓 在他的工作上大展拳脚 在2024年下半年 就想着拿一个很好的成绩给大家看 今天就有些我的观众听众提供一些资料 看看姜濤究竟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今天高登仔和你们讲一讲 姜濤的情况和我们作为姜濤 怎样去支持她 开始这段影片之前 请大家撒好这段影片 和刘个然一个心心一个摄影音 如何都可以 还有课今之前 姜濤现在是很低调 蜜螺滚鼓地做她自己的工作 其实我想她面对的压力亦不少 虽然她又有大量我们这麽好的姜濤一直支持她 总之她出的任何作品 每一举一举一动 我们都非常尊重和支持 但是当然了 因为事实上她面对的压力不少 连Anson Lo也都密罗紧固 在她推出她的新歌 和她现在也在拍《杜琪风》那部电影 现在的传闻就说 Anson Lo希望在几天之内 就会出到她的新歌 而去到新戏 应该都是密罗紧固 杜大杜 导演 杜琪风 密罗紧固收到消息 就是一定要 尽快排到期 去上到她这一套新戏 打算帮Anson Lo做世 希望讲及在年底之前 所有的颁奖典礼 乐坛颁奖典礼 可以争一殊榮 为Anson Lo 而且说 如果这部电影 杜琪风有信心 拍得到 Anson Lo有一个超脆的表现 假设 但我觉得成熟不到我说的 打算可以金像奖 希望有Anson Lo 这个就是相当大的计划 那也没办法 既然人家要绑起Anson Lo 那我们作为姜堂 那我们当然一定要支持姜濤 姜濤因为他之前去了台湾 准备了新MV 希望今次跳唱歌 十六骑士 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个 全新的面貌 全新唱歌的style 作品 所以他们就是 台湾之行就未停过 也都 说真的 他也都非常累 但是累还累 辛苦还辛苦 但是作为自己的一个作品 姜濤 是不会这么容易去认输的 所以他就 麦乐 完成了之后 跟着就马上回到香港了 回到香港呢 就准备他的剧 因为整个剧组 当他拍了第一场 他跟Yoyo 最新的那套港剧 就是拍Stanley 和Yoyo 他打算拍了第一场 之后呢 就打算 快快就让姜濤去到台湾 这样 那么剧组呢 就在其余的演员的气氛 就快快拍下去 到姜濤回来 就拍下半截 所以现在呢 不用说了 所以近期呢 你都看到姜濤的动静 因为姜濤呢 现在呢 要全力以赴 处理着他的剧 和这个 处理的剧 和这个 16B 因为呢 现在呢 姜濤呢 就是under一个 新经理人 这样 MIRROR 又分开AB Team 现在呢 基本上呢 AB Team 就由不同经理人 处理 而且呢 这个网络传闻呢 似乎 看着姜濤的经理人 很疼姜濤 这个B Team 希望呢 就是 希望在这个 这段时间 无论是剧集 或者是歌里面 可以压到这个A Team 那当然 作为这个总经理人的花姐呢 就非常之乐意 看到这些AB Team的争斗 一来就好像呢 如果大家有在外面做过一些 一 Team 二 Team 那些这样的公司呢 很明显呢 Team与Team之间呢 会争斗的嘛 会斗出业绩的嘛 这样 所以呢 高音仔呢 在以后的日子呢 就会 推出一个新节目 那就是这个 MIRROR AB Team 那我就会记录了AB Team 各方面的成绩 这个不用 不用啊 我告诉你 不用Mirker View 做纪录 高音仔会帮你们做纪录 那我就看一下 A Team 以Anson Lo 大动之下呢 究竟她的业绩好不好 而B Team呢 我亦都会记录姜濤那 Team 究竟她的成绩 就优不优秀了 这样 就在两 Team的大动之下呢 我就会作出比较和纪录 这样 不用Mirker View 免费做给你 那就看两边经理人如何 是吧 花姐呢 就希望呢 我想直着这个AB Team的分野 希望斗出一个业绩 所以呢 今次呢 努力了 努力了 连这个新经理人都跟姜濤 就去了台湾呢 拍这个新MV 那希望呢 就用姜濤呢 16B 是不是 打向这个头炮 那希望呢 就以一个 压倒性的姿态去出啦 但是呢 就是 当你以为自己努力 有时做事都是这样 你不要以为你努力 对方不会努力了 虽然呢 Anson Lo那些努力呢 我本身呢 就是不敢恭维了 是不是呢 他努力 究竟是怎么努力呢 是不是找些电话卡努力啊 还是去派电话卡 不知道 但是呢 对方不会放软手脚的 老实说 对方不会放软手脚 对吧 别人都派了Stanley 来拍剧 拍着姜濤 是不是呢 别人都派出Stanley 总之现在AB Team 都各自派出一个成员 是不是 就在那里拍剧 是不是 而且说真的 最近Stanley 似乎又拍邓里恩 推出一个新剧 接着呢 又拍 又拍 又拍下 屎气 Yoyo OK 我很客观的 我自己 就是看剧 看剧 很精准的 Yoyo 哎 Yoyo是不行的 做剧 但是没办法 现在 这个project都开了 是不是 现在就是 姜濤拍Stanley 拍Yoyo 你不能改变 那就唯有重力去做 是不是 姜濤尽力去做好自己 你应该要做的气氛 所以都是相当之紧逼的 就是现在呢 就是我们作为姜濤 乖乖的 那就是不需要太多揣测的 那就是 因为呢 其实坊间有很多传闻 对于姜濤今次去台湾 跟着 什么时候回 如何回 当中回的程序是怎么样 其实呢 心中有数的 高人仔 不过我想这阶段 我都说了一些给大家听的 但是呢 我想作为姜濤 现阶段 真的不需要想得太复杂 OK 就是整天在想 究竟姜濤的消息一没有呢 怎么样呢 姜濤不是没有消息了 姜濤的消息就是在我的频道 可以给大家看 大家看 是不是 我都一直有保持着 更新姜濤的情况给大家听 所以你们如果真的觉得很忧虑 我最近收到一些观众听众 就说觉得很忧虑 就好像姜濤的消息 就好像除了高人仔之外 就没有什么消息出来 我非常之担心姜濤的情况 那我呢 就干仔 拍心口和大家说 不用担心 姜濤一切安好 至于他如何安好 很快会知道 而且 而且在说这个姜濤 无论是身体 工作情况 或者情绪 我都可以告诉大家 是非常之好 非常地稳定 他现在只不过是忙于拍剧 和出这个16B的新歌 所以大家是放一千万个放心 如果大家真的 不如真的很担心 不知姜濤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那你可以听一下我这条频道 那我这条频道 都会告诉大家 就是相关的资料 如果继续一切都不够了 就是每晚三折四折 都听不够了 那我都做到尽了 真的每天三四折 都不要紧 那你就message 那你们可以加入我的Facebook 有心有力有姜濤的群组 在Facebook 就是我版面上 用黄色夸夸夸夸夸的Facebook 没有开放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会再开会商讨 给一些普通的姜濤加入 希望帮助大家有关的消息 就是现在最主要 你如果要最新姜濤的资讯 就在我的Facebook群组 有心有力有姜濤 和这个 和这个 姜濤站 Facebook Facebook的专页 就可以听到有关的消息 但是当然了 我是非常之 可以推荐自己的频道 那我们就每一天都更新姜濤的情况 希望就是 如果大家真的 姜濤真的 有些真的很担心姜濤的情况 不要紧要 听一下这条频道 这样 输解一下 就知道姜濤的最新情况 所以不用那么紧张 那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作为姜濤 那这段时间 是不是没工作呢 因为都是等 等16B出 最主要就是 那你说至于剧集呢 那我想 我估计呢 应该暑假之前 会播得到的了 这样 因为呢 之前呢 我看消息呢 都没那么趕急 可能呢 在新经理人的摧毙之下 因为我想新经理人呢 咦 可能都有听到我的频道 知道那个 那个 那个势头 都有一些空险 有些压力 那这样 应该呢 就要加紧些 辱紧些 那这样 就去 加强姜濤的 的 宣传 和那些作品的推出 那才可以 力抗的嘛 力抗A-Team的 的侵来集的嘛 所以呢 那个剧集就稍稍就 稍稍就 稍稍就加强了啦 稍稍就加强了啦 希望呢 就在一个短时间内 可以推出 因为始终 这套剧的主角都是 姜濤嘛 那 如果推出那套剧集呢 对于姜濤的一个 promotion 或者一个宣传呢 那就 非常之大效用啦 所以呢 现在就密罗滚鼓去做啦 那至于歌就是 之前我都已经做了两段片 去跟大家讲的啦 所以我这里都不特别长谈啦 反而是 大家作为姜濤呢 在这段时间 真的不要太担心 就是 太担心呢 亦都是 無保于是 太担心 無保于是 哎 高中仔 你现在 你又说不担心呢 你知道这么多东西 加不不担心呢 我们不知道嘛 但是 我知道的东西 我都尽 尽我的方法 去跟大家讲了 但是我想现阶段呢 大家就 可以集中精力 去loop一下姜濤的歌先啦 是吧 特别 你知道啦 近来有些 有些 鬼五马六的人 是吧 扮姜濤 在这说 这样高级 那样高级 其实呢 如果我照看现在的数据分析呢 理论上啊 理论上 各大的串流平台呢 根本就不需要高级 全部的成绩呢 都非常之好 亦都在姜濤的努力之下呢 或者姜濤呢 应该这么说 姜濤的努力之下呢 各大的社交平台的成绩呢 都非常之不错 这样 但是不错 就是不错 是不需要过急 但是大家需不需要去听努力呢 为什么要啦 所以呢 我就跟大家讲 你们每天都要做姜母啦 虽然每一个姜濤啊 我常常都强调 每一个姜濤 去做姜母的内容呢 其实呢 都可以不同的 因为我知道呢 近来有些姜濤群呢 就在推出一些叫做姜母列表 这样 姜母列表呢 就内容极之丰富了 这样 总之你每天起床要做什么 跟着午餐之前要完成什么目标 午餐之后要完成什么目标 跟着呢 就吃饭 吃晚餐之前 下午茶 晚上睡觉之前要等等 就裂了一系列的姜母出来 其实呢 我自己呢 就觉得没有必要 也都没有必要去强迫 每一个姜濤 要真是 run through 整个姜母列表 我自己就反而呢 就觉得呢 你看到这些姜母列表 你不需要有压力 不需要跟到100% 我觉得可以按照你们自己的情况 比如可能我自己的观众都有一些是上班的 是吧 有些上班 有些是在做学生的 甚至有些是不是在香港住的 也有的嘛 所以 每个姜糖的情况是不同的 所以呢 我觉得姜母这些东西呢 我都是一句 可能我较早年之前呢 那我都强调 就是要做得足一点 要每一份都要做 那现在呢 我反而呢 就 调转一样东西 就是说 如果你们真是一个自由的姜糖 其实你们真是按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 譬如如果你们 譬如 这样说 啊 喜欢听DMFan 那我真的每一天都要听 就是十多二十次才行的 那我可能我又喜欢看贵前赛 那我就集中处理去看贵前赛 和听DMFan 不过一个温馨提示 你听DMFan 在各大的串流平台 YouTube都好 那你听完一次之后呢 你就再听其他歌手的作品 跟着可能听大约30秒左右 再翻听姜濤的作品 那才会入到点击数的 OK 那这样就是 就是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 那因为 你们都想帮到姜濤 帮到姜濤 帮到姜濤 Loop去歌的时候 就不要用重播 或者是加入checklist 那些功能 你一定要是用手动去按 例如可能DMFan 按一次DMFan 接着听完之后 接着你就去听第二个 可能是听高恩仔的频道 如果你听YouTube的话 听我30秒而已 不过就算不好了 至少听我三分钟 OK 听完之后 再听一些 那才进入到点击数 那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提示 至于你说其他姜濤 那我就觉得 没所谓 你们按自己的喜好 所以我们自己姜濤站的4000会员 我们自己开始都有些分工 15群主 因为以往姜濤在没有几年间 那些作品因为飙升得太厉害了 如果譬如有一组人 我们现在就分工了 是不是有一组人 就负责听他15首单曲 全日都是负责听 有一组人就负责 只是看贵前菜 另一组人就负责去看Mao 一组人就负责看姜濤的YouTube广告 一组人就负责去看姜濤的其他的MV 即是非15首单曲的其他MV 那这样分工 那这个就可能由15群主做 就应该流量会大些 因为他们可以协调得到 我们大约有4000多高级会员 那就可以跟他们慢慢谈 慢慢讲 这样就会好些 好些这样 所以至于你说 我暂时不是其他group 的group有的 没问题的 你就按自己需要 你喜欢什么歌 就听什么歌 所以看什么 就看什么 最紧要是看 比如可能我们有些人 每一天都会在Google或者Yahoo search search 姜濤这两个字 就希望在一个流量上 就年底争取到一个搜寻王的宝座 所以也是其中一份 帮姜濤拿奖的其中一个工作 所以如果一些常规性的工作 那我们自己都会有划分的了 就是我们4000会员 但是其余一些 就是你们自己的姜母 按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 就是我自己一向都是觉得 姜濤是自由的嘛 你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所谓 但是如果比如说 想加入会员的 我迟些就开放一个普通会员的注册系统 给大家参加这样玩一下 最重要就是爱护姜濤 爱惜姜濤 支持姜濤 好 今次姜濤的中日新闻报道就是这么多 好 下集放了就继续